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Vin的 近期看大家都在各种无情扫地蛮 各种打扫吹凡客捡高服 忽然想到我之前也有组一只不朽蛮 不过当时因为觉得套装效果 转起来只是帅大于实际 操作起来并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就无情的封印他了 前几天跟观众聊天的时候 顺手用手边的装备配置出来一只 还算有趣的狼蛮 单人难度下强度也还算可以 适合一边追剧农追凡客 当然真的要兼顾高打宝跟强度的话 就直接玩正规狼的还比较愉快点 这边稍微科普一下狼熊这系列 攻击的速度非常依赖武器本身跟变身的技能 要兼具伤害跟速度的话 武器的选择其实非常的局限 换装前请进的用新版的攻速计算机 按一按是否有到技能档位门槛 以下来开始介绍 装备是我以目前手头上能取得 并且相对平民点的物件 可能并非最好的 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可以自由更换 首先我们需要打扫工具人 最少79等的野蛮人一只 装备部分我直接列两种清单 菜单1号狼嚎头 请尽量选择狼人变化高的 搭配双精神像素之星 这类能称高技能等级的 将狼兵的技能等级提升上去 相对可以降低升上其他部分的攻速要求 让装备选择更弹性一些 不朽之王剪一套 不朽套基本上除了衣服以外 其他部分很容易剪到或者遇到别人给手 矮人之星我只是要针对一元的火蛇海用 如果你不需要可以换其他双吸高抗戒 乌鸦之双 大军之怒 加技能 致命打击 攻速 电抗 真的很实用 部首双精神 平民神兵 不解释 撑技能跟狼变 你也可以带像素之星 这样的话可以达到狼人变化12等 武功7frame 野性狂暴6frame 如果将狼人变化提升到15等 或者多补15%的攻速 则各可以提升1frame 菜单2号 狼嚎头 盗墓者 可以提供高抗性 并且拉高攻速门槛 也兼具一定打保能力 还可以拿去给狼得玩 或者肋骨粉碎者 风之锤 这类带有高粉碎的武器也是不错的 当然你要用幻化回恨之类也行 但队伍相对困难多了 你也可以用5s以上幻化自刃差下 不过伤害很悲剧优势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不建议各位将攻速撑过高 普攻会完全只是在原地抽续 并无法造成伤害 尤其遇到会燃烧法力的怪物 会完全没有打击能力 强制 CP很高也很平民 提供打局回复 粉碎 杠杏等 也可以给盾丁拿去打鸿门用 当然你手边有刚一之类的话 是更好的选择 石肉骑士 撑致命 粉碎 开放伤口 好协议双 按手里 DP值高的好手套 加火炕跟攻速 恶魔伤 对打一元也很实用 雷神之力 主要是针对会放电的一元 你也可以带长串 或者强刃妖所 其他饰品跟副手 就都沿用即可 根据这样的配置 武功可以到5frame 野心狂暴可以到4frame 打击跟操作起来会更好些 技能方面 大吼 战斗命令 寻找物品 都点满 战斗指挥 1 战斗专精 看你选择什么武器 专精点满 提高精力 提高速度 钢铁之夫 自然抵抗 各点1 战斗技能 都不点 因为打怪都靠普攻 跟野心狂暴 剩下点数 就看你要点什么 可以全部拿去点自然抵抗 把抗性拉上去 佣病的部分 换用的A2长江阿伯 装备 上中 其他的守护 守护天使 可以破雾免 以及最大限度的提高抗性 降低被火蛇喷死的几率 至于灵气就随意了 因为不知道是bug还怎样 常常我打完以后灵气才发动 等于完全没作用到 这边提供打法的演示 到战后 下车 开拨 变身 直奔一元 路上顺手可以抓几只小怪 凹一下人品 看到一元以后 就右键抓抓抓抓抓 稍微注意 偶尔会出现 放信念跟伤害加深的一元 出现雾免的话 就交给东兵说衰老吧 打完以后就变身回来 切副手 开始第二波挖尸体 一场当两场打 增加高辅出现率 这大概就是挖尸技能的野蛮的优点了 不过真的要论打保跟效率 肯定有更好的选择 不过这种类似鸿门盾丁的专门专项玩法 也因为相对冷门 装备也会低廉好入手 虽然缺点很明显 就是强度不够的话 无法到处跑场景打保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掰掰 就行了 够了 我们下期见 这边 我们下期见 是 很轻易的 位臣 都 一个 他 有一点 张 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